咖啡里面加点奶竟然有诸多好处,但有三点一定要注意,原来我们可能一直都喝错了,说起咖啡,大家首先想到的通常是它能提神醒老,抗疲劳,然而咖啡的好处不止于此,近日有新的研究发现,喝咖啡时加点奶,抗炎效果或许能够翻倍,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大家好,欢迎来到佛蝉,如果您觉得本视频还不错,请点击订阅并给佛蝉点赞,不要忘记分享给您的朋友,感谢您的支持 1.咖啡加奶抗炎效果或能够翻倍,前不久,丹麦哥本哈根大学的研究人员发表了两篇研究,其中一篇发表在食品化学上的研究表明 1.当在咖啡中加入牛奶后,咖啡中富含的多酸,主要是咖啡酸和绿原酸,与牛奶中的关键蛋白质半光氨酸,竟然可以相互结合并稳定存在 1.那么这种结合物有什么作用呢? 1.在农业与食品化学所发表的研究中,研究人员分析了多酸蛋白质结合物在实验室条件下对免疫细胞的影响 1.结果发现,经过组合处理的免疫细胞,对抗炎症的效果是仅添加了多分的细胞的两倍 1.虽然加奶可提升咖啡的抗炎效果,目前还只是在细胞实验中观察到的作用 1.但研究人员下一步将继续推进动物实验,其前景值得期待 而且,除了对抗炎效果有影响来,喝咖啡时加点奶还有以下这些好处 1.补充营养,减少钙流失 咖啡因具有一定的利尿作用,会增加尿中钙质的排泄 同时还会轻微影响肠道对钙的吸收 不过,一杯咖啡所造成的钙流失量很少,大约是4-5毫克 往咖啡里加一点牛奶,基本就能补回来 而且,牛奶中含有丰富的优质蛋白、维生素A、维生素D、钙、铁、新等物质 与咖啡搭配可实现营养互补,更好地满足人体的营养需求 2.缓解口感,对味更友好 纯咖啡的口感往往比较苦涩 这是因为咖啡中含有一些苦味成分 当加入鲜美浓郁的牛奶后 牛奶的甜味和纯厚口感能够中和咖啡的苦涩 使得整体口感变得更加柔和、顺滑 更容易被人们接受 此外,牛奶中的蛋白质和钙等成分还具有一定的中和作用 能够略微降低咖啡的酸性 据测算,纯咖啡呈若酸性 其pH值大约在5左右 而加入牛奶后的拿铁 其pH值能够升到6左右 这种酸性的降低对于口腔和胃肠道都有着积极的影响 在口腔中,较低的酸性可以减少对牙齿的腐蚀和刺激 保护牙齿的健康在胃肠道方面 较弱的酸性环境更有利于胃肠道的消化和吸收 减少胃酸过多等问题的发生 从而对胃肠道更加友好 三,柔和色泽 不易染黄牙 加了牛奶以后 咖啡的颜色会变得柔和一些 染色能力也会受到一定影响 没那么容易把牙齿染黄 实际上,即便不添加牛奶 咖啡本身的好处也已经很令人惊喜了 调节咖啡因的影响 咖啡因是咖啡的主要成分之一 它对人体有着多方面的影响 适量的咖啡因能够刺激中枢神经系统 帮助提高警觉度 使人更加清醒和专注 它还可以增强记忆力和注意力 对于需要集中精力工作或学习的人来说是有帮助的 然而 如果摄入过量的咖啡因就会导致一些不良反应 但是 过量的咖啡因会导致心脏跳动加速 神经过度兴奋等不良反应 此时牛奶的蛋白质 钙质等能够中和咖啡因的刺激作用 降低其对身体的刺激程度 从而减轻对身体的不良影响 增加饱腹感 牛奶中的蛋白质 脂肪和咖啡中的咖啡因混合在一起后 会对人体的血糖反应产生影响 这种混合能够使人体对血糖的反应减少 从而增加饱腹感 当人们饮用了咖啡加奶后 会感觉肚子比较饱 不太容易感到饥饿 这对于那些想要控制体重的人来说 是一个有益的效果 因为增加饱腹感 可以帮助人们减少进食过量的现象 避免摄入过多的热量 从而有助于控制体重 同时 这种饱腹感 也可以使人在较长时间内保持精力充沛 不会因为饥饿而分散注意力 影响工作或学习效率 咖啡加奶虽有诸多好处 但有两类人群并不适合这种饮用方式 首先是失眠人群 咖啡中含有的咖啡因 具有刺激大脑中枢神经的作用 会引起神经兴奋 对于本身就存在入睡困难问题的失眠人群来说 饮用咖啡加奶后 这种兴奋作用会进一步加剧 使得入睡变得更加艰难 严重影响睡眠质量 这类人群若想在睡前饮用饮品 可适当选择温热的牛奶 牛奶中含有四氨酸等成分 有助于放松神经促进睡眠 且不会像咖啡加奶那样带来兴奋作用 其次是乳糖不耐受人群 乳糖不耐受是由于人体缺乏分解乳糖的乳糖酶所导致的 当这类人群饮用牛奶后 牛奶中的乳糖无法被正常分解吸收 就会在肠道内发酵 从而可能引发一系列消化道症状 如腹胀 腹泻等 而咖啡加奶中含有牛奶成分 所以乳糖不耐受人群饮用后 也会出现上述不适症状 为了避免身体的不适 他们应尽量避免饮用咖啡加奶这种饮品组合 除此之外 建议日常适量喝咖啡 即使加入牛奶 也建议控制每天的咖啡摄入量 同时还建议保持膳食平衡 以确保足量的钙和维生素摄入 还要注意时度运动 保证充足的阳光照射 以降低发生骨质疏松的风险 有人可能会问 牛奶和咖啡一起喝还有营养吗 牛奶和咖啡一起喝还有营养 牛奶和咖啡一起喝并不会相克或相互影响 也不会导致其中的营养物质流失 适当喝牛奶可以补充营养 适当喝咖啡也可以缓解疲劳 提身 牛奶是较为常见的奶制品 营养价值较高 富含蛋白质 钙 钾 鎂 维生素等营养元素 能够满足机体所需的营养 并为日常活动提供能量 咖啡中含有咖啡因 丹宁酸等物质 两者一起喝之后 不会导致其中的营养物质受到影响 相反还可以使咖啡的口感变好 能够为机体补充水分 促进排尿 提高精力等 但不建议空腹大量喝牛奶和咖啡 以免会对胃肠倒黏膜造成一定刺激 因其不适症状 此外 晚上睡觉前 不要大量喝牛奶和咖啡 以免导致大脑处于兴奋状态 出现入睡困难表现 一般晚上睡觉之前 可以单独喝一些牛奶 有利于入睡 建议避免长时间将牛奶和咖啡混在一起喝 以免增加胃肠倒负担 尤其是胃肠倒功能较弱的人群 可能会出现腹痛 腹泻等症状 你知道吗 爱喝咖啡会给身体带来这些好变化 1. 延缓帕金森和老年痴呆的进展 美国罗格斯大学的科学家们发现 咖啡中有一种名叫20万升级无强基色案的物质 经小鼠实验证实 它可以阻止成年人大脑中与发生神经退行性疾病相关的蛋白质的积累 从而延缓帕金森和老年痴呆的进展 2. 保护肝脏 IBMC公共卫生上发表的一项研究显示 咖啡对肝脏有一定益处 研究纳入了1.4万名参与者 他们每天平均喝两杯咖啡 多年之后发现 他们患慢性肝脏病的风险 比不喝的人低了21% 患脂肪干的风险降低了20% 死于慢性肝病的可能性也降低了49% 3. 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国际杂志《自然沟通》上发布的一项研究显示 咖啡因能够降低体内血液中有害胆固醇的水平 从而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4. 降低二型糖尿病风险 咖啡中的绿原酸能够促进葡萄糖的代谢 发表在美国农业食品化学杂志上的一项 大型流行病学研究结果显示 有经常喝咖啡习惯的人 患二型糖尿病的风险较低 5. 有助于长寿 中国南方医科大学的毛森团队研究发现 在七年的随访期间 与不喝咖啡的人相比 和适量不加糖咖啡的人的死亡可能性 降低了16%至21% 不过咖啡虽好 但要想身体真正获益 还得喝对才行 如今市面上的咖啡层出不穷 不少主打方便的咖啡产品更是让人挑花了眼 其实如果摄入量不大 不同咖啡产品对健康影响区别不大 日常饮用可以从风味入手 选择适合自己的咖啡 1. 挂尔咖啡 挂尔咖啡产品的配料表里 一般只有咖啡豆 冲泡时 只需将绿带开口撕开 把耳朵挂在杯子上 加入85摄氏度至95摄氏度的热水 便可获得一杯黑咖啡 挂尔咖啡用手冲方式来萃取咖啡液体 保留了咖啡的大部分酸 香 苦 干 醇无味 挂尔咖啡风味 价格的差别 更多体现在咖啡豆的选用与制作上 2. 素龙黑咖啡 将烘焙好的咖啡豆 磨碎成一定大小的颗粒 在一定温度和压力下 把咖啡有效成分提取到水中 再将提取的咖啡液体进行干燥 形成素龙咖啡粉 制作过程中 咖啡香味特别容易挥发 使得素龙咖啡没有现磨险 冲咖啡香气浓郁 口味纯正 近几年出现的颗粒状黑咖啡 大多是利用真空冷冻 干燥技术生产的冻干咖啡 这一方式避免了高温干燥过程 对咖啡品质的伤害 较好保留了炒磨咖啡的风味和口感 3. 素龙花式咖啡 以超市常见的二合一 咖啡为例 其配料表所含味容大致有 芝芝末 烙蛋白 乳粉 乳化剂 抗结剂 白砂糖 素龙咖啡 葡萄糖浆 乳糖 稳定剂 食用香精 食用盐 其中 素龙咖啡及黑咖啡 乳粉 芝芝末替代牛奶 白砂糖 葡萄糖浆 乳糖等为甜味来源 而乳化剂 抗结剂 食用香精等食品添加剂 则是为了让咖啡粉 能长久地保持新壮 让冲出的咖啡口感更好 但需注意 此类产品中含有一定量糖 若经常饮用 应适量控制其他含糖食品 饮品的摄入量 那么 如何喝一杯健康的咖啡 适量喝咖啡 不但能让人集中注意力 提高工作效率 还对防控多种慢病有益 如果喝法不对 反而会导致失眠 头痛 心悸等问题 最佳种类的咖啡 是纯黑咖啡 这种咖啡含丰富的钾 和大量抗氧化物质 热量也很低 其次推荐的是 在浓缩咖啡基础上 加入奶的种类 如拿铁 卡布奇诺 优点是增加了钙 蛋白质含量 最不推荐的是 额外加糖 奶油的种类 例如 加入巧克力酱和鲜奶油的摩卡 加入焦糖的焦糖马其朵 虽然这些咖啡口感更丰富 但摄入过多的糖和脂肪 容易让人发胖 最佳的咖啡伴侣是牛奶 咖啡中含有不利于钙吸收的因素 草酸和咖啡因 其中 草酸会降低肠道对钙的吸收 咖啡因过量摄入会产生轻度利尿作用 增加尿中钙质的排泄 牛奶含钙膏 可以弥补咖啡本身造成的钙流失 喝咖啡的最佳时间是上午 一般来说 上午10点左右来杯咖啡 可以达到很好的提升效果 咖啡因需要8小时左右 才能代谢出去 因此别太晚喝 以免晚上失眠 尤其是对咖啡因比较敏感的人 此外 不建议空腹喝咖啡 最好是吃完早饭后再喝 若时间紧张 喝咖啡前 最好吃些富含碳水化合物的食物 最佳咖啡饮用量 成人一天饮用量应该小于3-5杯 根据欧洲食品安全局 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等权威机构的建议 健康成年人 每天不超过210-400毫克咖啡因 相当于3-5杯咖啡是适宜的 欧美孕产领域学术组织认为 不鼓励孕妇喝咖啡 如果实在要喝 每天咖啡因摄入 不得超过150-300毫克 约1-2杯咖啡 咖啡因会进入乳汁 可能导致婴儿睡眠障碍 因此不如亲女性 也要少喝或不喝咖啡 12-18岁的青少年 可少量饮用咖啡 但每天咖啡因摄入量 不得超过100毫克 约1杯咖啡 最后健康和咖啡 这三点你一定要学会 1-选对品种 如今市面上的咖啡品种繁多 令人眼花缭乱 下面从在家自制和外出点 单两个角度来 分别介绍如何选择 在家自制时 咖啡豆风味纯正 但制作起来较为费势费力 适合对咖啡品质要求高解时间 充裕的朋友 挂儿咖啡配料表中 一般只有咖啡豆 通常只需把挂儿挂在杯子上 加入热水冲泡 即可获得一杯黑咖啡 咖啡原本的香气与风味 能大部分保留 制作也比较方便 素溶黑咖啡 是在一定温度和压力下 把咖啡豆的有效成分 提取到水中 再将液体干燥制成 过程中香味会发较多 口味也有 一定影响 更适合对咖啡要求不高 追求方便快捷的朋友 素溶花式咖啡 其配料表中 除了素溶咖啡外 还有脂脂末 乳粉 白砂糖 葡萄糖浆等成分 不建认词 不建认经常饮用 因为其中的添加成分会掩盖咖啡本身的益处 外出点担食 衣食 美食 冷脆除了咖啡和水外 不用于其他东西 适合大多数人 拿铁 奥白咖啡有咖啡 牛奶和牛奶打发的奶泡融合而成 是想要获得咖啡加牛奶双倍好处的人的理想选择 风味拿铁 如榛果拿铁 香草拿铁 桂花拿铁等 除了牛奶外 还会加入大量的风味糖浆 大家要注意和普通的拿铁区分 最好少喝 摩卡 焦糖马其朵 其中加入了不少的糖 巧克力和奶油 热量和饱和脂肪相对较高 也不建议常喝 二 控制好量 目前学姐大多建议健康的成人 每天摄入的咖啡因 应控制在400毫克以内 孕妇最好少喝或不喝咖啡 如果实在想喝 那么每日咖啡因的摄入量 不要超过200毫克 正处于发育期的儿童和青少年 神经衰弱的人群 以及正在服用药物 如感冒药 安眠药 甲状腺激素药物 的人群都不建议喝咖啡 通常一杯350毫升的美食 含有150毫克左右的咖啡因 一杯350毫升的拿铁咖啡因的含量 约为70毫克 大家可以按照这个剂量 进行简单的换算 三 讲究时间 空腹喝咖啡容易刺激肠胃 还可能降低食欲 睡前喝咖啡则容易影响睡眠 一般更建议大家在早餐或午餐后喝 另外一项发表在睡眠上的研究显示 咖啡加小睡比单独喝咖啡或单独小睡 更能有效提升人的警觉性 改善职业班人员的工作表现 所以如果你想让自己更加清醒 以更好的状态面对工作 不妨试试喝一杯咖啡 然后小睡15分钟 这种方式效果很不错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如果对你有帮助 不要忘记点赞 开启小铃铛 并分享给您的朋友 感谢您的支持 期待与您再次相遇 感谢您的支持